從疫情爆發到現在 其實我們所有的工作 延期 取消 再延期 中子音樂總經理曹新穎 鏡頭前直呼快撐不下去 疫情衝擊藝文產業演出 一場場延期或取消 不只民眾粉絲哀嚎 更重創演出者的生計 同樣喊苦的還有他們 三級警戒下各大產業喊停 人少了 生意就少了 計程車司機為了生活 還是只能早常載客 可有些怕染疫的收入拒減 讓他們苦不堪言 民眾黨立委邱成遠召開記者會 主張應該把計程車產業 列入紓困首波的補助對象 而27日立院黨團就要 針對紓困4.0進行協商 國民黨團十大訴求 也聚焦基層產業補貼 最主要是去年我們通過紓困條例 本來到今年的6月到期 但是因為預算並沒有使用完 所以過去這一整年 我們必須要來檢討 這個錢的使用 是不是真的有效的 幫助台灣發揮了紓困 跟防疫的作用 朝野協商將登場政院定調 補助以內需產業為主 各黨團敘事待發 期盼能讓新方案 更符合民眾需求 TVBS新聞 顏瑞申 李婷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BSnews頻道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